開槍了, 開槍了 你有六分之五的機會沒事的 有很大機會可以回家的 開槍了 你是不是傻了? 你已經幾十歲了 錢對於你來說跟廢截沒分別 我想你做這件事, 你不是為了自己 為了子女和子孫 這是什麼意思? 真是嚇壞 我這人有很多事情害怕 走過墳場, 我也害怕得腳疹 生意失敗, 我更害怕 但有一件事我是絕對不會害怕的 就是死 三個月前, 我驗到有癌症 醫生說我救回家的機會只有兩成 我沒有住院, 我不怕死, 我就是怕痛 不過還好, 你要是一槍扮在我的頭上 要是一槍打在我的胸口上 我一了八了 七爺, 從今早睡醒到現在 你有沒有計算過你說過多少句真話 你這些說話 被他騙虎頭幫我們剋社會就行 騙不了我 那你不相信就算了 我說回一些你和我也相信的事 你猜猜一下外面現在怎麼樣 我想除了租界, 整個上海都炸了窩 那些什麼巡捕、警察、什麼人都好 全部都出動 把整個租界包成一個鐵桶 然後一串一串地找 最終都會找到你這裡 那你的子孫會怎麼樣? 我和警務處處長什麼關係 你知道嗎? 他們會被人折磨成怎樣? 要多慘, 有多慘 全部都拉到槍斃 最慘的是什麼? 你自己死不去 看著他們一個一個這樣死 你又不想死 我也不想我的子孫死 那不如合作吧 像你說的 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有利益就是朋友 沒有利益就是敵人 這句適合聽 你讓我打個電話回家 我叫我媽媽給五萬個大洋贖金你 我會跟警務處處長說 不要再查這件事 我會跟別人說 這幾天我失蹤是想靜靜 我給你五萬個大洋贖金 是因為四歲那年我跌到河 你救了我 那些什麼黑道白道 誰再查就誰得罪我七爺 我七爺說過的是算數的 五萬個大洋贖金, 你說什麼算數? 我那句話口頭盛落 就算是白紙黑字, 簽合約 那又如何? 老人家, 你是不是躺在我床底下? 我簽了合約反悔你… 你經常掛在旁邊的 合約? 合約是一個形式而已 是兩個老闆在台上簽下字 被記者被你拍照拍照 你看看那邊的職員和股東鼓掌 只是這樣而已 齊十七, 我猜到是你 什麼?我是齊十七? 你別在這裡弄好做怪難 你剛才說過的事是我告訴你 你這次還是害死自己? 害死也是一起死 你不是瘋子嗎?人家是求生不是求死 你多真我都…我都想認識過你 我跟你本來是債主和債子的關係 我們竟然走馬一切成為親密戰友 這個不是緣分, 不是命運嗎? 不是, 你都想命運嘛 你不是只想自己雙手嗎? 好, 就有命運決定你是心還是死 你, 這支槍裡面有一顆子彈 你現在向自己的頭上射一槍 而那些死不去的話, 我答應你 我立即放你走 親爺, 我跟你一樣 說過算數啊 開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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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六分之五的機會沒事的 你以後很大機會可以回家的 開槍吧 你是不是傻了? 如果剛才把你把自己開開 你就帶著大米回去, 你就贏了 我不會再跟你玩 這張根本沒有子彈 七爺, 我不像你 我不會每句都是謊言 你說這支槍沒有子彈 別打算逃走 我有很多槍和子彈 阿倫, 這麼快就有一天 日子很快就過了, 慢慢坐 鄧老太太, 是否有新線索 署長, 你看看 給我看看 這個耕針是七爺的 貴時不最喜歡戴這些耕針 這些耕針很普通而已 隨便也賣到 那些字跡呢? 我肯定是阿妹的字跡 那時候我跟她同一間學校讀書 封信是她寫的 阿妹寫封信來 又不說在哪裡聯絡她 就算我們肯交錢 也不知道在哪裡交的 連綁匪也不知道想怎樣 叫媽媽來接電話 我去七爺, 快叫媽媽來 對, 龜禪, 是呀, 我是媽媽 你…你怎麼樣?沒事吧? 你在哪裡來? 媽媽, 我被他們接摸得很可憐 我忍受不了 但你們千萬不要報警 一報警我馬上就沒命 記住不要報警 你…你現在在哪裡?在哪裡? 鄧老太太吧? 老婆, 你出來求財不是求命的 開假, 跟大家商量一下 聽清楚, 我只會說一次 今天下午五點 拿十萬個大洋 去吳公山的重學亭那裡 如果你們報警或者不來 那個女人將會死得很慘 老朋友, 十萬個大洋大大 現在十二點了 收到錢 鄧老太太, 那聲音是不是七爺? 是呀, 是桂時的聲音 那那把藍聲能否認出是誰? 會不會是熟人? 我沒聽過你的聲音 應該不是熟人 主帳,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交贈金? 鄧老太太 有辦法幾個小時內囚十萬大洋? 勉強強都夠 不可以也可以, 難道看著妹妹死嗎? 好, 這就由我代表鄧家交贈贈 柴先生, 我女兒的命就交到你手上 放心 好, 再奔奔 失馬區二十強, 隆重登場 專業評審, 各奏各位 全新盲選賽制 參賽者踏上夢想通道 第三季正式開始 中年土星音三支 缺战失马 今晚8点半 比赛台